即將迎來30週年的金曲獎 將在下個月登場 15日率先公佈入圍名單 今年的最大贏家 完全沒有意外就是她 蔡依林UglyBeauty 壞美的UglyBeauty UglyBeauty蔡依林 蔡依林外美 90蔡依林以UglyBeauty 入圍七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 不過與她同樣入圍七項的還有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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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除了這兩位將帶來一場施殺戰外 看看這最佳國瑜女歌手入圍名單 完全不得了 最佳國瑜女歌手講入圍的UglyBeauty 艾依良 隨直活著 隨身合戀者 孫盛希 稀有季 陳寧兒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蔡依林UglyBeauty 010-0 這重量級的入圍者們 會講落誰家 真的是太難預測啦 而這家男歌手 則是由超級唱將大戰新人 最佳國瑜男歌手講入圍的UglyBeauty 謝震婷 艾麗絲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we going Lio王 無病身影 友情虛情 柯智堂 吟游 李榮浩 Edo Ozzy Ozzy the album 看完這神一般的對決名單 讓人更想知道 今年的最大贏注到底是誰 蕭敬騰 蔡健雅 陳其真 還有 其實蘇映寧都有被討論到 那其實也有很多評審支持他們的演唱 因為所有的音樂類型太豐富了 所以的確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討論 金曲一注年年都有 只能說這節樹枝太過強大 在眾多實力堅強的歌王歌后大戰中 究竟誰能搶下這輸容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金曲三世囉